巨烈爆炸掀起尘土冒出浓烟 连监视器都因此晃动 北韩在当地时间15号 炸毁连接两韩间的铁路 经义线东海线以及周边道路 一旁蓝色路标上 还刚好写着再见一路好走 画面相当讽刺 南韩也随即反制 朝军事分界线以南展开对应射击 不过北韩要切断道路早有端倪 从去年11月起 就开始在周边路面埋地雷 北韩甚至在9号时 通报驻韩美军将炸毁道路 北韩官媒也报道 金正恩在爆破行动前一天 召开最高国家安全会议 南韩军方当时已经下达 先斩后奏方针 尽管当时已有防范 但北韩说炸就炸 切断两国间友好的象征 让南韩更不满的是 这条铁路新建费用 完全是他们买单 北韩这次行动 正是对近日 平壤三度遭到南韩无人机 以及空飘船单侵扰 做出的回应 金正恩包妹金与正 还说狗的行为该由主人负责 将南韩比喻为狗 一来一往无疑让两韩急剧升温 平壤政府似乎在做开战准备 普丁先前访问北韩师 已经和金正恩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约定如果任何一方遭遇攻击 另一方将提供军援 不只向外找盟友 平壤政府也大打宣传战 要国内青年重新入伍 消灭南韩傀儡政权 种种行动都让朝鲜半岛 充满山雨欲来的气息 东旋轨中新综合报导 好 我们就来看到金正恩 他真的来真的 说炸就炸 昨天南韩军方才说 他们观察到有北韩的军方 在两韩的边境 进行一些爆破的准备工作 结果今天就真的开炸了 可以看到最新的画面 是由南韩媒体所曝光 在两韩边境是有一些铁路 和道路连接北韩和南韩 在台湾时间今天中午左右 就曝光了这一段画面 这是由北韩的军方 稍早疑似是在今天的上午 就有人员被发现在这个地方 来进行一些准备的工作 还有看到有一辆辆的卡车 开到这个地点来进行准备工作 那么在中午时分就可以看到 有各个不同的地方的监视器 你看在这个爆破的同一时间 监视器也是晃动到不行 可以感受到这个爆炸威力 是相当的大的 那么其实原本有的人说 是因为要对这个南韩这几天 派出了无人机到北韩的领空 做出反制 但真的是这样吗 并不是 因为其实早在去年 南韩军方就掌握到了一些情资 说北韩从去年开始 就已经在两韩边境开始埋这些地雷 那么在看到今天北韩有这样子的一些爆破举动之后 南韩军方也做出回应 他们说他们也开火回击 那么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 其实就是过去 你搭上了这个火车之后 其实就可以来贯穿南北韩 来连通两北韩的这个火车 那么这个火车包括有两条铁路 还有两条铁路附近的一些周边道路 在今天都被北韩给炸毁 那么这个铁路 其实是相当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的 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 这是当时的南韩总统金大中 还有当时的这个北韩领导人金正日 他们曾经在2000年的时候 举行了南北韩首次的领袖峰会 当时双方就同意说 要来接通南北韩的这个铁路 也象征两韩的一个合作 一个和解 但在今天却被金正恩给炸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透过这个图卡 来看看这个铁路到底位在哪里 来看这是朝鲜半岛的地图 那么一边是这个金义县靠在西边 那么往东边的就是东海县 那么这个东海县可以从 从这边东海县是比较长 全长大概是有499公里 经营线稍微短一点 大约是有190公里 那么这两条线在今天 都被金正恩给炸掉了 那么尤其是呢 其实这一笔钱 大约是有1800亿的韩元 最开始的时候 是由南韩借给北韩的钱 来这个新建铁路的 不过这一炸就被炸光了 而且北韩似乎也没有决定要来还钱 好 那么来看看 刚刚讲到说 去年疑似金正恩就开始准备 要来埋设地雷 还拆除了一些路灯 一些设施还有建筑 那么接下来南韩军方说 他们怕北韩恐怕会再有动作 除了炸铁路之外 可能会发射太空火箭 或是朝向黄海来开炮 于是南韩军方要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呢 现在南韩军方下令了 告诉在这个边境的部队 他们要采取先斩后奏的一个方针 也就是说如果遇上了北韩军方的挑衅的话 可以出自于自我防卫 来先行做出强力的回应 可以先斩后奏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国际话题 画面中您可以看到正在冒烟的位置 就是连接南北韩的铁路 京翼线和东海线以及周边的道路 那南韩军方在稍早指出 北韩今天已经将这两条铁路 位于军事分界线的北边路段炸毁 南韩军方也随即表示展开了反制 朝着军事分界线以南展开对应的射击 目前也正在针对周边区域 加强戒备跟监控 那北韩这个行为呢 其实就印证他们在本月的9号 就通知了驻韩美军 说要全面的切断两韩之间的公路跟铁路 并且加强周边的防御公式的说法 绝对不是只是威胁而已 那其实呢 他们从去年底开始 就在这两条路上有不少的动作 包括周围埋伏地雷 拆下路灯拆铁轨之类的动作 南韩军方昨天表示 有监测到北韩在这两条路线上设置了路障 准备炸毁路障以北的区域 当时就已经提醒 提醒国际上北韩会有动作 那虽然呢 这两条铁路呢 都在北韩境内 但其实它是由南韩赤支 1768亿韩元打造的 也因此目前呢 他们现在正在观测 周边的紧张升温的局势 北韩决定不忍了 以空飘气球过来 某方将投掷粪水豹 从天上掉下来的 不一定是礼物 在韩剧 你看过爱的货将 孙艺珍越过南北韩交界 和玄冰谱出一段美丽恋剧 在港片里 刘德华从屋顶降落 邂逅张明 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看到气球 千万不要以为可能是爱姐 因为他装的可能是 大便 金正恩出大招了 他的国防省副相金刚日表示 许多张卫生纸和粪水道 将会抵达韩国边境地带 将在韩国边境 同时尸入韩国进行散播 让你们直接体会 如果收走这些物 可能会遭遇到何种恐怖攻击 事情起源于北韩近日透露 将发射第二颗军事侦察卫星 导致东北亚紧张情势升温 北韩透过官媒发表谈话 指控近来南韩不断 在边境上空飘宣传气球和各种垃圾 让北韩决定不忍了 以空飘气球过来 我方将投掷粪水包围 南北韩统战抗争精彩过招 对比我们的国会改革案 场内青鸟只飞机乱手 场外飘飘白色大球抗议中国干政 同样为了守护国家主权 俗话说江还是老的辣 比没品 没人赢得过比韩石出绝招 ie很好 大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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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